把佳河办公室搬到我稻田的海边是种什么体验 Hola 大家好 我们是旅居世界三年 走过八个国家的数字游民夫妻小潘河 小丁 这一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在巴黎岛海边的旅居生活 以及我们作为数字游民三年的一些经验分享 看完这个视频记得告诉我们 你们会想要过这样的数字游民生活吗 我们现在在家里 这次我们租了一个有稻田风景的房子 特别的安静也很漂亮 晚上可以在这个泳池里面看星星 这是我们的厨房 这个餐桌也是我们的办公桌 这边就是我们的房间 特别的大 不知道你们觉得这个房子怎么样 觉得还不错的 请扣个1 我们在挑选租的房子的时候 除了会考虑它的颜值 它的交通便利度 它周围的设施配套以外 我们还非常看重一点 就是它有没有比较好的办公环境 因为我跟小潘两个人 都是需要远程工作的数字游民 所以说 如果一个房子里面 有比较好的桌子椅子 那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然后另外就是WiFi特别的重要 我们现在这个房子 是有我们独立的WiFi的 给大家分享一个找房小技巧吧 如果是在爱丙相定房 我会特地在筛选里面 选择有专门工作区域的房子 这会帮助到我们很多 我们现在要去学冲浪 我们找了一个冲浪教练 我们出发咯 人超级多 这么早来这个海滩 还挺好看 我觉得学冲浪 就这种户外运动 对我来说 就是丰富我们的数字游民生活 生活不只有工作 然后有一些兴趣爱好 加在其中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 终于要正式去冲浪了 冲浪课要结束了 两个小时一下子就过去了 时间过得好快 我觉得这冲浪还是挺累的 而且是一个需要长期练习的过程 我觉得如果你有机会 到一个地方旅居的话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 去学一些东西 或者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 去选择自己的旅居地点 如果你感兴趣 比如说户外运动 健身这种就很适合来巴厘岛的这种仓库 如果你比较感兴趣瑜伽 零性氛围 那巴厘岛的乌布就比较适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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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了一些顺的东西 我们现在开始做我们的早午餐了 像我们出去买东西都是用环保袋的 我觉得可以减少很多这种塑料制品的使用 厨房对于游牧生活来说真的太重要了 我们刚来巴厘岛的第一个月 一个月都在外面吃 然后吃到后面 我们两个人真的觉得受不了了 就一定要自己做饭 我觉得自己做饭不仅是可以省钱 而且是可以提升你的生活的幸福度的 说实话我原来也非常讨厌做饭 但自从游牧生活以后 我现在是几乎是天天做饭 给大家看一下他现在做的这个蛋 翻起来了 翻起来了 我们现在在本地非常适合办公的一个咖啡厅 叫做金咖啡 它有特别为数字有名设立的办公区 而且是免费的 所以可以看到非常多人在这边工作 因为我们两个不用去办公室 所以基本上我们都在家里工作 但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喜欢给自己换一个工作环境 换一种心情 我觉得这也是数字有名的特权 就是办公地点跟时间的自由性 巴厘岛这边数字有名氛围真的很浓 就除了那种共享办公空间 很多咖啡店也是提供可以远程办公的一个区域 所以很推荐大家如果来拜祷做数字有名的话 就可以多去体验一下 今天的工作结束 走路去海边看日落咯 我是挺推荐如果真的有机会成为数字有名 去住到一些偏向自然的地方 因为我觉得大自然真的有非常强的疗愈力 尤其是像我们这样就是经常会对着电脑工作人 你工作久了或者在办公室里面 或者说在城市里面待久 整个人会变得更加的麻木 我觉得在自然里面是可以把你的感知力给打开的 比如说你累的时候抬头看看天空中的云 或者是你傍晚的时候去看一场日落对吧 其实我们生命中是有很多美好的瞬间 不要让这种可以感知生命中美好的这种能力消失掉 这是我非常想对大家说的 视频的最后还想分享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觉得成为数字有名的目的 真的不仅仅是逃离办公室逃离上班 更重要的是你可以获得地理空间的自由 甚至未来获得时间的自由 从而去设计自己的人生 这个也是我们过去三年游牧生活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 就是当我们拥有了这些所谓的自由之后 那你要来做什么 你要去什么地方生活 你想跟什么样的人群在一起 你想培养自己什么样的技能 通过这个过程其实你就可以了解到自己的需求 更多的时候就选择你这个地点 是从你自己的需求出发 而不是从那个地方数字有名比较多去出发的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这样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记得给我们评论点赞留言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